我們看到岡山現在很多地方淹水 但他怎麼講 他說因為這裡水溝淤積的太嚴重了 他說我不是變魔術了 所以請你們大家給我多一點的時間 有沒有道理 大家也想希望他留多一點的時間給高雄 可是我們看到他的就是想要逃 而且他非常的想要逃 其實我要說明一下 像我們根本是用心良苦的在幫他 所以我早在三個禮拜前 郭台銘今天才把他電視廣告給公布出來 我三個禮拜前就幫海國瑜 想了他要總統出選 他的一個主題 主題就出來了 就是張宇的用心良苦 裡面講什麼 你說你想要逃對不對 偏偏你注定就是要落腳 這也太慘了 注定要來 注定要落腳對不對 因為郭台銘出來了 貨沒有出去 人意還沒有進來 剩下高雄你到底要不要 如果大家在問他你高雄要不要 春雨走花月落 等待這種招卻撞了空 因為國民黨就只有你來出選 殘留也已經散了 要怎麼形容呢 你的總統夢將要落空 在這個情況之下 韓國瑜就做了一個決定 而這個決定呢 就是唐湘龍講他的 開始那個普悠馬 要過彎道的時候呢 開始直接的想要逃 越來越快 就轉彎的時候是最重要的地方 所以他加速的要超車 所以加速的超車之後呢 你看呢 現在很多人就很擔心 國民黨 唐湘龍這 會不會被你呢 到處在亂殺亂打 寒流亂打亂殺 結果呢 整個國民黨呢 因為這樣子不但是你的總統夢沒有了 整個國民黨 大概總統夢和立委夢 都因為你想要逃 你就會完蛋了 而且他想要逃到什麼程度呢 首先我們知道 登革樂 他根本就沒辦法處理嘛對不對 登革樂已經出了這樣個16起了 結果他帶著民政局長跑到花蓮去造勢 因為他講一到五才處理登革樂 六日的時候登革樂 文子你給我休息 文子你會休息啊 你不要在高雄在那邊管 所以連陳麗娜 國民黨的立委 國民黨立委候選人對不對 國民黨的議員 都受不了了 自己人呢 所以如果真的在超過1000的時候 拜託你暫停選舉活動 還要等到超過1000啊 那我覺得要是我是高雄市民 我覺得真的很難過耶 現在高雄大家都擔心登革樂 但是你跑到花蓮去 接著又是雲林又是台中的 那我們高雄人怎麼辦 因為高雄它有戀利 所以高雄的文子 在禮拜六禮拜天 韓市長不上班的時候 他們大概也就不會來 侵擾高雄的市民 所以高雄文子週休二是不是 對啊 週休二 所以他們比我們勞工的 那個工作條件好太多了 可是最慘的是什麼 我現在在擔心的是 今天已經下這個雨了對不對 有看到岡山又開始淹水了 阿聯又淹水了 然後韓國瑜講說是因為清淤 清淤的話 你昨天會帶人來作秀 所以你看這個陸瓶 在蔣萬安說你陸瓶鋪得很好 連館長今天都罵你了 他們本來不是要直播嗎 就還好後來還停了嘛 要不然大家會覺得說 你不是應該要趕快去看看 到底哪些地方淹大水 你還想要在那邊 跟蔣萬安一起作秀 連館長這樣的一個人 他都出來講話了 今天都講說 你陸瓶能夠解決淹水的問題嗎 你當然要去清淤嘛 都半年了 180天了 你沒有再清淤 所以你整個路就鋪得漂漂亮的 水流得更快 但是你的水溝通了沒有 你的整個滋紅池處理了沒有 都沒處理嘛 所以水又要淹出來 而且最慘的又是永安工業區 上次永安工業區 你講說他很可憐 是為什麼呢 說是小小的淹水 一下子就淹了50公分 你在去年的時候 到了永安工業區說 這樣水準太差了 這叫直轄市嗎 那時候永安的這些民眾 還給他拍拍手說 哇 感謝你來看 從來沒看到這麼大的人物 要選市場的人願意來這麼偏遠的地方 可是你上任之後 第一次淹水就是永安 要是我是他的話 我上任之後 我一定馬上就先清淤了嘛 因為你想想看 算一算幾個月之後 可能就是馬上開始殉疾了 因為他已經找到了一個藉口 逃走的藉口 要落跑了 就是落跑 因為我不當總統的話 我不選總統 台灣不好 高雄不會好 他就是想要逃 可是拜託拜託 今天你最嚴重的問題是 你禮拜五還要去 禮拜六還要去雲林 對 可是我們看這個風 天氣風險公司告訴你 就是這樣 自災系的暴雨 從這個禮拜開始開始開始 到了禮拜五的時候 是最高的地方 西南風在增強 對 而且最大的紫色 就是到時候雨水水下最大的地方 然後下來中南部 你高雄的整個山區 你的水在前一天下下來 後面一整天的流下來 你高雄的低洼地區 你的青魚都沒處理 你什麼都沒處理 你可以弄得好嗎 結果抱歉 因為他想逃了 所以他這個禮拜 還是要週週韓光演習 他要去雲林 可是雲林你去得了嗎 雲林這邊也是有下大雨 可是對他來講風雨無阻 他搞不好更高興 風雨勝心心 可是問題是 高雄這邊的民眾的話 他會覺得很切心嗎 這個韓國瑜的韓 變成新韓的韓 那沒關係 他現在已經百分之五十幾 百分之六十人 是反對你代職參選 但是他非要選 交往底不可 因為他知道他非逃不可 只要他留在高雄 只要他這以後的 登革了以後的淹水 都是你的問題 等到你逃走之後 反正他已經心目中 準備好了三四格的接班人 那就是以後他當總統了 又不用備詢 直接罵一罵就好了 所以他就是想要逃 所以難怪唐湘龍 就直接點破了 你就是想要逃